1970年 三位来自巴塞尔的伊朗主成立了巴塞尔艺术展 首届展会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90间伊朗 与20间出版商参与 吸引了16000多名参观者 这颗艺术的种子在瑞士巴塞尔生根 而后延展至美国迈阿密海滩 中国香港和法国巴黎 作为拥有超半世纪历史的全球顶尖艺博会 巴塞尔艺术展在一定程度上 被视为国际艺术市场的风向标 日前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总监勒斯扬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分享在交流东西方艺术中的洞见 2023年3月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 在因疫情扩别三年后如期举行 这也是展会在新任总监勒斯扬带领下 面向公众开放的首届展会 今年的三月份 内地的朋友们才能刚刚回到现场 今年的整个效果 其实是比我们预期要更加完美的 我们也刚刚公布了2024年 这个艺术的名单将会有242间参赞画廊 来自世界的40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25家是全新第一次来香港的 所以我们在24年3月份的整个展会会更加的大型 也完全的回到了疫情前的状态 商业与艺术的结合是神奇而巧妙的 在勒斯扬眼中 香港坐落于亚洲中心地带 加之免税政策 国际金融中心 多元文明交融等红利优势加持 已然奠定了其作为亚洲文化中心的地位 而在完善成熟的商业氛围浇灌下 艺术也正在此胜出美丽的花朵 2023年其实香港已是亚洲最多国际画廊的城市 香港它本身是一个艺术还有文化的交流中心 因为它的整个城市文化的多元化 其实培养了这个城市整个艺术气息的发展 特别是跟商业结合得到 大众得到更好的艺术的普及 让香港成为了整个亚洲的艺术中心 还有一个融合点 过去在全球各地从事艺术多年的经历 让勒斯扬更习惯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 看待东西方艺术在创意思维 创作手法等方面的一同 以及东西方艺术家为交流所做的努力 在艺术史上本身就有很多东方的画家 曾经去法国去日本学习 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的画法 然后带回来东方 同时其实很多现在西方的 西方的画家也从东方的这些 比如说单色画呀 还有水墨啊得到了很多启发 所以就是作为整个东西方的交流 香港也扮演了这个桥梁的角色 把东方和西方的这个艺术交汇在一起 自2013年巴塞尔艺术展入驻香港 如今已是第十个春秋 十年中香港的艺术生态圈也在悄然改变 国际画廊纷纷在港开启艺术展览空间 大馆当代美术馆 香港M家博物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文化场馆 陆续建成开放 娱乐瑟阳而言 将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打造为东西艺术交流的桥梁 是它未来十年的重要目标 从2013年第一届到就是今年的第十届 就是也算是我们一个十周年吧 这个第一个十年呢 其实我们跟整个亚洲一起共同地打造了 这个整个亚洲艺术氛围和这个艺术机构的基础吧 其实我们的第二个十年呢 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号召力 可以利用自己巴塞尔这个博览会的平台 更好的去号召艺术圈的每一个角色 更加完善的发展 更加健康的成长 不管是跟艺术机构的合作 艺术画廊还有艺术家 甚至是拍卖行 我们都希望就是号召大家 更加的去着重整个艺术圈的平衡的发展 艺术机构的发展 艺术机构的发展 艺术机构的发展